嗨大家好我是Golden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评估合适 刚才前一段不是讲到就是说合适评估吗 那这一段是讲评估合适 就评估合适的意思 我今天要表达意思就是第二阶段的合适评估 对没有错 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第一阶段的合适评估呢 就是说他大概是什么样的条件 那是因为是都还没有在一起嘛 都还没有接触嘛 对不对 然后展开追求之后 现在要评估合适 就是你开始追求 或者是已经开始有点暧昧 有点恋爱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评估他到底合不合适你 这样子 譬如说我喜欢很热情的 很阳光的 很活泼的 那譬如说我们一开始有一些接触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评估就是说 诶 他这种阳光热情的程度 就是是不是很适合你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的人品方面 人品 懂吗 做人的 就是实质上 然后更深入的 去了解他 对 那有些人 譬如说他很帅啊 很阳光啊 很高啊 家里很有钱啊 哇好像都很厉害 但是他人品不好 就是可能他可能对爸爸妈妈都很凶 或者是他对朋友都很刻薄 然后他对生活环境周遭的什么都不会 可能不会煮饭 不会煮菜啊 或者是不会倒垃圾啊 然后不爱干净啊 然后家里弄得很乱啊 现在在说我 就是这方面的 去更深入的去评估 这方面的 然后再来就是去了解 就是譬如说 他就是可能不爱干净 然后不爱 不爱洗碗 然后衣服都穿好几次 然后内裤也不洗 就是这方面你可以接受 我可以用我的爱去包容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 譬如说我可以接受到他 不倒垃圾 不洗碗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他 不洗内裤 就是你的爱可以包容到什么程度 那你的爱呢 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到 他在下个阶段的进行 譬如说你们现在恋爱了嘛 恋爱的时候都ok这样子 但是你同居的时候 你就突然要求他洗内裤了 对 但是他本来就不洗内裤嘛 对不对 内裤都是 不是不洗啊 我是举例 举例 譬如说 我举一个 我来举一个 比较正常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你爱上的这个人 他 他很热情很阳光 然后很认真很工作负责 好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大雷雷的 就常常忘东忘西这样子 然后他也不会去注意这个小细节 但是你在恋爱的时候都ok哦 但是譬如说你同居的时候 他就会忘东忘西 譬如说牙膏挤完没有放回位置 或是有时候小便啊 会忘记冲水 然后你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 你就说 怎么这么脏 小便居然忘记冲水 然后你非常不能接受 你很生气这样子 然后你的爱没有办法包容他这件事 你们就会吵架 对 这样就不对了 对对对 就是你要去 据说你展开追求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 评估何事程度的问题 就是你的爱可以包容到他什么样的程度 这样子 对 那假设如果说真的不适合的话 就是 我们接下来会就是探讨 就是说怎么面对感情的问题去做解决 你可以看下一集 就是 就是你们做了初步的沟通之后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接受 那就分走 就换下一个这样子 然后你换下一个 你在 就是在 第1个阶段合适评估的时候 你就有经验值 就是说 他 那个 不惜 会不会不洗碗啊 会不会就是 那个 小便忘记冲水 这样子 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你就要可以就是特别 把你Care的地方呢 去做一个 完整的 陈述 然后去沟通 这样子 嗯 那有些可能忘记他 他可能会就是 那个 因为同居 同居的过程有长有短嘛 比如说一个月之间又居然忘记了三次 你觉得很生气 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 或者是说 你的爱可以包容他 就是啊忘记冲水 但是我很生气 但是我就是把他冲掉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对 有些是可以容忍的程度 有些是不可以容忍的程度 对 所以你就要去评估 就是说 在第2阶段的时候 然后就是深入的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啊 然后他的人品啊 会不会说谎啊 会不会不负责任啊 譬如说 我请他帮我带个东西 结果我没有带 然后也没有跟我对不起 然后也没有想 想方法要去解决他 就是这样子摆烂 这样子就过去了 对 就是人品的问题 有没有负责任的问题 因为这人品问题以后 就是可能结婚生小孩 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你要去承担嘛 你要去可能要出去工作啊 要养家啊 然后要赚钱啊 然后要照顾小孩啊 互相分担家里的工作 这个人品的部分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个性的问题 就是说 他虽然是活泼大方很热情 然后很开朗 但是有时候在处理某些事情上 比如说打扫 打扫卫生啊 打扫家里啊 你们同居嘛 假设是一个套房啊 或者是怎样 就是他都不打扫 他很热情 很大方 但是他都不打扫 可能他也不会 对 这就是个性的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愿意学啊 或者说我就是不要 这样子 个性的问题 愿不愿意去 就是面对你们感情 遇到的问题 或是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去做改善或改进的部分 这个地方要去做了解了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 譬如说他进门鞋子要乱丢 有些人有这个习惯 有些人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要乱丢这样子 那他会不会对他于 就是你譬如说 我就是喜欢鞋子不要乱丢 然后他就是鞋子爱乱丢 或者是呢 你就是喜欢鞋子爱乱丢 然后他不喜欢鞋子爱乱丢 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去改正习惯的问题 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去改正习惯的问题 对 就是习惯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去做改进 对 然后譬如说他都不洗碗 或是他垃圾乱丢 或者是他 他怎么样 他 他爱抽烟 就是习惯的问题 他有没有在 有没有办法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透过感情的因素 就是爱的因素 去改变他的习惯 有没有办法 然后你就要去做评估 就是在恋爱的阶段 去评估这些问题 这样子 那如果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OK 你们恭喜你们 你就可以进入同居的模式 这样子 或者是你们在恋爱的期间 或者是你们在同居的期间 就去确定说 他这个习惯就是改不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接收 我以后没有办法接收这种老公 那只好分手 这样子 但是你这些经验都要累积起来 所以你在下一次再找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就可能在聊天当中 发现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就直接淘汰了 就拜拜了 对 就找下一个 对 你就不用犯同样的错嘛 对 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就是评估合适的部分呢 就是跟大家讲到这边 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 你有什么奇怪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可以 在下面留言 然后改天呢 会就是回复大家 嗯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